尊敬的江会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共同学习 老法师在99年 于新加坡讲的这一个专题 这是专门针对净土中讲的专题 题目是菩提心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念佛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而且是末法时期 众生要了脱生死 要依靠着法门 因为它是他立法门 有佛法四十八大愿 我们真性切愿求往生 佛的愿力也会交感 来接我们 我们可以待业往生 不然其他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断见识烦恼 才能了脱生死 因为轮回是见识烦恼变现的 要把见识烦恼放下了 才能出得了 但是这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 不用断见识烦恼 但是要真性切愿 老实念佛 所以大吉经上有说 末法时期 异异人修行 这个异已经很多了 两个字排在一起 异异人修行 喊一得到 喊就是很罕见的 罕见到一个人能 了脱生死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可以依靠念佛求生极的世界 了脱生死 出轮回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惜不希望出轮回 希望 因为不出轮回 事情没解决 那我们就要很珍惜 得人生 闻佛法 尤其是闻着这个念佛法门 可以借佛的愿力 出轮回 我们要掌握住 这个彭济清 居士 这个是清朝的一位大德 他说我们遇到这个念佛法门 可以说是 无量劫来 就我们生死 长劫轮回那么久了 稀有难逢之一日 很稀有的因缘 难遭难遇出现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掌握住了 再把它措施掉了 那等于是把无量劫积累的 福德因缘给糟蹋掉了 所以我们要掌握住 那我们要掌握住 那我们就要依教奉行 那无量寿经当中提到 不管是上品 中品 下品 往生极乐世界 都有同样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八个字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发菩提心 很重要 所以老和尚这一篇教诲 指导我们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慈悲 所以我们的心 时时要关照 有没有跟这五星相应 常常这样关照 跟五星不相应 我们关照到了 赶快阿弥陀佛 把念头转过来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常常这样转念 慢慢的这五个星 常常能提得起来 比方说慈悲心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是慈悲 那我们就念三个月 一跟人接触了 来替人着想 或者在考虑事情 来替每个人着想 练个几个月 就越练越自然 有没有人说练得很不自然 越练好像练不成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因为 面对修行上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 要把它探讨清楚 不然 没有突破 无常一来 我们就轮回去了 因光祖师说 我们常常会被轮回给吞 一日无常到 方之梦里人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尤其假如我们有年纪 那警觉性要更高 当然这个警觉性不是害怕 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 能不能往生 这个是怀疑 生烦恼 要关照到 这个不是真心 这个不是菩提心 这就是烦恼心 不能让烦恼心相续 你起个烦恼 就是一个种子 所以常常担忧害怕的人 他遇什么事就很容易担忧害怕 他连许佛也会常常担忧害怕 为什么 强者先迁 是修行要改性格 有些人性格就很乐观 什么都往好处想 对啊 什么都往好处想 都是看光明面 他都光明面 可以转烦恼成福体 任何事情来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他都用很好的 很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事 没有一件事是坏事 假如我们就比较消极担忧悲观 好事来也会变成坏事 为什么 静随心转 比方说今天你的孩子出了情况 孙子出了情况 好事还是坏事 在学校 跟人家打架了 这好事还是坏事 都看着我们的心态了 假如我们很正向面对了 那刚好是对孩子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点 这个阿嬷去到学校了 孩子犯错了 这个阿嬷给老师鞠躬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个孙子做的不好 是我的错 这个时候你的孙子看了会怎么样 很感动 哎呀 真不好意思 哎呀 怎么可以给奶奶丢脸 你看你很真心 表达了 哎呀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真心起作用 触动相关人的善根 假如一句了 先骂孙子一顿 你情绪用事了 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用对心了 有可能你的孙子啊 他的善根 惭愧心 就在这一件事发动了 他感动了 你这待着他怎么善后 有可能这件事就启发他一生 所以大家相信 用对心没有坏事 所以老和尚有莫保写着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是好事 你们见过老上这个莫保吗 有见过了 你看完这个莫保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刚不可怜 会不会冒这个念头 我讲闽蓝话 你们好像没什么反应啊 马六甲不是讲闽蓝话吗 难道是我说了没够标准吗 不然怎么说 你们都录定了是吧 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 就是修这个念头 常常要观心为要 我们看了莫保了 我们是常常会觉得 预设立场 哎呀我做不到了 还是哎呀我一定要把它做到 这就是一个人的心态了 哎呀看完这四句话了 我一定要过这样的日子 天下无难逝 只怕有行人 连阿弥陀佛 他跟他的老师说 我立四愿 我要发这个大愿 都胜无数诸佛国者 就是我发这个愿建立的学校 建立的世界 超过一切诸佛的国土 宁可得佛能办得到吗 他的老师怎么回答他 譬如大海一人斗粮 经历结束尚可穷底 大海的水那么多啊 拿一个斗来量 你只要有恒星啊 量到最后还是可以量完嘛 是吧 所以人有志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果 何愿不得 你只要 没有半土而废啊 很有恒星很有毅力 没有一件事做不成的 这有恒为成功之本 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啊 是向谁学习啊 就向阿弥陀佛学习啊 你看阿弥陀佛发这个大愿 但也圆满了 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啊 向老和尚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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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学越向老和尚嘛 是吧 你看老和尚 法相庄严啊 很多照片都笑容满面啊 所以我们不能愁眉苦脸啊 而且佛门第一堂课啊 是什么课啊 第一堂课是哪一个教授上的 弥勒菩萨啊 你看他老人家上第一堂课 笑口常开 大度能容 第一堂课没有过关 不能上第二堂课 一年级没有读好 不能上二年级的 所以学佛首先要 学笑口常开 面上无称 共养俱 让人看了欢喜 好不能人家一看 我们都有杀气啊 很怕我们 这样不妥当了 这样犯了杀戒 人家一看到我们就害怕 叫脑害众生了 要让人家卢木春风 而且老儿上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我们现在跟老儿上学了 要不要感觉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有啦 有啦 哪家都没有啊 那我们得要 检讨检讨 问题出在哪里了 可能我们没有把佛法用出来了 不然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法 佛是觉的意思 你只要觉悟了 你处理什么事 一定往好的方向发展 就好像你生病了 这个药吃对了 病情就越来越减轻了 假如佛法 这觉悟之法没有用上了 你去处理事情啊 越处理 越复杂 越麻烦了 那当然会越来越辛苦了 就像要用理智去处理事情 不能感情用事处理事情了 这学佛是学理智 那我们跟老儿上学要越学 越觉得人生的享受 越像他老人家 那老儿上这一篇开示 就是把菩提心 整个贯注在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心要用五心 真诚清净 平等正确 你用真心 去做的任何事 叫功德 你真心去煮一餐饭 有功德 你真心 接孙子上下 上下学 有功德 你心不甘情不愿去煮饭 没有功德 但是有福德 就没有功德了 所以这个心很关键 这个一念之间差别很大 要会用心 用真心 那你真心 也不能嘴上讲讲 这个真心 比方说慈悲 会体现在哪 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 慈悲的人一讲话 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你说我很慈悲啊 但是讲话都伤人 这个慈悲真的还假的 自己认为了 不是不客观了 所以这个真诚慈悲心 一定会体现在行为当中 所以贯注在生命中 那真心表现在哪 三福六合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三福 效养父母 一个人的真心 首先用在哪 孝顺父母啊 父母对我们恩德那么大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我们前面讲到了三福 讲完了 上一节课 进入六合 三福 是修行的基础 待人处事 待人依六合 才能跟人家和睦相处 那我们刚刚讲到 慈心不杀 慈悲心要提起来 那最近 尾巴发生冲突了 那诸位大德同学啊 我们每一天回向啊 有没有帮这一方的众生 回向一下 假如没有啊 那可能我们慈悲心还不够了 不然这个是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哎呀 有时候看到一些片段 你看这个一炸了 整栋楼就垮下来了 有的人死了 有的人可能受伤了 手啊脚啊都没了 我们有时候想想 哎呀 那个假如是我们的亲人 他后半辈子多难受啊 无量寿经说 愚租众生 视若自己啊 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静缘 全世界基本上 可能有手机有电视的都知道了 那我们尽我们的心力 我们每天的休学 给他们回向 应光祖师啊 在民国二十多年 有主持了一次啊 上海护国习斋法会 后来啊 把应祖的教诲 编成书 那个书啊非常精辟的 那应祖有提到了 化解这个灾难呢 最好的方法呢 念佛 因为这个万德鸿鸣啊 能灭重罪 你看慈云灌顶法师说啊 任何的方法都不能忏处的罪业 还有这一句啊 万德鸿鸣可以掺除 所以念佛 三昧叫什么 宝王三昧 又是宝还加个王 这个阿弥陀佛是 佛宗之王 所以他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力啊 不可思议啊 像黄念族老居士都有讲 比方我们念这个咒 他有对字贪的 有的咒对字称的 对字不同的毛病了 但是这一句佛号呢 对字一切习气 所以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呢 能懂得念佛啊 老和尚说了 中了佛门的特奖啊 我看你们的表情 不太像中特奖的表情 如是妙法性听闻啊 这个妙法我们听闻啊 接触了 因常念佛而生喜啊 我怎么这么幸运啊 我已经赚翻了 一个人觉得赚翻了 还会不会怨天 还会不会游人 好 一个人不怨天 不游人啊 这膀胖都窥了 这个额头都发亮了 我们照镜子一看 膀胖 这个会 这个坐着眉头 决定心里面还有不舒服的地方 还有埋怨的地方 代表你还没有觉得你中了特奖 你觉得你中了第一特奖 你就会觉得 知足常乐 就不会去嫌弃那个 挑那个毛病了 好 我们每天遇到的这个静缘 我们真的用真心啊 去回应 所以念佛可以消 这个世界的业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啊 可以消世界的业 因为佛讲过啊 这个世界上啊 假如有出现 守六合径的团体 这个地区就不招难了 得到诸佛护念啊 隆天善神永护 请问大家听过老上这段话没有 好 请问大家听完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哈喽 这我们都听过了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不可能啊 哇 老上白讲啊 佛也白讲啊 佛跟老上讲给谁听的 讲给我听的 哇 这个听经的心态很重要哦 假如听经的时候说 那个都讲给别人听的 他不会受益啦 所以老上当时候说 我有一些学生跟我很久了 他们听我讲课说 那个是讲给初学听的 老上是在提醒啊 我们当学生 假如这样的心态啊 是不可能听出利益的啦 而且会听出傲慢来了 哎 那个都是讲给初学了 不是讲给我听的 哎 我有时候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课程哦 我常常看那个底下坐的人哦 边听就边看他先生嗯 看他有没有注意听 哦 或者听听听 哎 看看他儿子嗯 嗯 哎 我就很少看到他 觉得嗯嗯嗯 比较少看到这个表情 那假如我们坐在这里听的时候 都觉得是谁谁谁要听啊 你说他能听出收获吗 我看他听完之后回家就是警察了 嗯嗯嗯 他本没办法受用了 所以听经的时候是当机者 老上讲给我听的 佛讲给我听的 就有受用了 就像这个 这个老上讲经的时候就说了 佛给我们讲的 都是弃我们的鸡的 假如佛讲了一段教诲 讲完之后说 对不起 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个笑吗 哦 哎 我当时听这个 老上讲这一段的印象很深啊 哦 佛讲了 善知识想的 这是对我们鸡的 对我们的鸡就是我们做得到了吗 那就形成了一个心态 一听就是想着怎么做到 不会想做不到的问题 尤其老上每一次开解一个道理啊 就引导我们怎么落实在生活 工作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这样我们才能解形 相应了 不然听了很多道理都做不出来 就不得受用了 就好像你开了很多药方啊 但是你没有吃药啊 没有抓药来吃啊 就不得利益了 你真正去做啊 你做一条就得一条利益了 别方说我们知道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你真的好好念了 就会感觉烦恼少了 我看点头的人不是很多啊 下连居老师讲了两句话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我得把佛诸拿出来 这两句话大家听过吗 若是要佛不离这个口啊 要先怎么做 诸不离手 请问听过这句话的人 现在手上有没有佛诸 听话不容易啊 对啊 下老说 要诸不离手啊 这样才能佛不离口啊 因为啊 我们现在人啊 生活的责任 压力啊 不输给以前的人 你们懂不懂了呀 现在人际关系圈啊 比一百年前复杂多了 是吧 一百年前可能你认识的就是 这家族里面这些人啊 人际关系单纯 哇 现在有一只手机啊 再上 再加上加个WhatsApp 哇 人际关系就复杂多了 当然啊 这人际关系啊 不要去攀缘 我们要用这个手机啊 我们要用这个手机啊 能够自力力达 这是科技啊 你不能用了手机之后啊 哇 你中毒了 就麻烦了 然后呢 不止自己中毒了 拿着手机 每天跟人家聊八卦 说长道短 照口业 那不是很麻烦吗 是吧 你应该是拿着手机 为众开法商 广施功德宝 是吧 所以就有人感叹了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啊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啊 一击在手 天长地久 一击不在手 魂都没有啊 哎呀 我的手机呢 哇 麻烦了 哎 我们都看人家 哎呀 吸白粉中毒了 告诉大家 我们警觉性不够啊 在这个世间也会中毒的 哦 中毒了 铁钉没有清净性 心会越来越不安定了 所以佛法说要转静 不能被静转 手机就是一个静 你要用它 不能被它控制了 哦 我有时候看到七十几岁的人啊 一直在看手机啊 我很担心啊 但是担心也是烦恼 要止住担心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互念 互念 提醒 提醒 因为年纪大了 时间不多了 海贤老和尚说 这一句佛号也不是 一念就相应了 你得念个 最少也要个三年五年 就慢慢得力了 但是要 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你等你体力不好了 身体生病了 你要再来精进 有时候没体力了 哦 所以无量寿经这些话都很很切哦 那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 要以强健时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不能等啊 我应该跟大家提过了 有一个长者跟我母亲同睡 比我母亲啊 学佛找十几年 学佛找十几年 可是虽然接触的找啊 你没有依教奉行啊 你就受用有限 都忙东忙西的 忙很多佛事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一生呢 你忙很多佛事 自己不能往生的 你是修到福而已啊 不能解决问题的啊 所以我们是自修为主 成就自己为主 利益人呢 度纵什么 随缘 你不能要去度众生 度到自己的道业 都给悟掉了 所以老和尚曾经跟我们说 你这一生往生啊 传统文化 可以做生生世世 你这一生不能往生啊 你只能做这一世了 这段话重不重要 重要啊 而且说实在的 我们今天 心都不清静啊 你去帮忙的事啊 能真正利益人吗 不见得哦 我们自己佛号都念不住啊 你真正去办事啊 会感情用事啊 会意气用事啊 因为你的心的状况越好 你事才能处理好 所以要注意哦 我也听到一些同修说啊 这个 我们佛教团体的 是非啊 没有比世间少啊 人一般的大众来道场 为了什么 清静啊 道场就是 哇 一看到佛像 一礼拜 心静下来了 我记得我有一次 去佛寺礼拜啊 拜完 我感觉 我感觉到佛菩萨 慈悲加持 我清静了几秒钟啊 突然有人跟我 走过来跟我说 你要不要点一个灯啊 这个会剥笔哦 会宝贝哦 要不要保佑 点一个要多少钱啊 我以下是我都不清静啊 哦 所以我们要能体谅到社会大众啊 他到道场来为了什么 为了能得清静 能道业增长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六合镜啊 我们要求和合的团体啊 像我们念三规 智归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和合的团体重要啊 能安众生的心啊 大众家庭有烦恼 工作有烦恼 一到道场里 听经文法 心安定了 跟同参道友一聊 大家 以诸法药 救疗三苦 安大家的心呢 哇 那这个 这个道场就很殊胜啊 好 所以刚刚问大家 都听过啊 老和尚说 修六合镜啊 诸佛护念 荣天善神拥护 可以化解世界的灾难 我们听完了 下一个念头 请佛注释 请问大家 请哪一尊 请谁啊 你们好像有点犹豫 请谁啊 请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是谁啊 我姓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姓啊 我们老祖先说 人生有两难 第一叫登天难 第二叫求人更难 你们听过吗 那你现在要去请别人呢 难不难 难 请自己最好 我记得啊 我初学佛的时候 到高雄晋中学会念佛 结果呢 晚上啊 我们长老物照法师来讲经 我们长老明年初 要照我们 马六甲来普照 做法会 做三世信念 这个三世信念呢 以念阿弥陀经 念佛为主 这个超拔的力量很强 功德力很大 大家可以踊跃参加 好 那我呢 刚好教学任务比较重 照理讲应该带头 但是刚好我英国汉学院呢 有一些课 我先随喜大家的功德 这样的机缘呢 很难得要掌握住 好 那 当时候啊 我们早上念了佛啊 晚上要听经啊 那在学会啊 用晚餐 结果电视啊 就播了老和尚讲经 刚好讲到啊 普贤十渊 请佛注释 我记得啊 我记得啊 早上就分析了 全世界几十亿人呢 遇到佛法的有多少 遇到佛法呢 又遇到正法的有多少 这一点就不简单啊 末法时起啊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 代表什么 邪的比正的还多 好 那我请教大家 大家听完了 末法时起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你们下一个念头 下一个考虑是什么 何嘎哉 我没有遇到邪的 你只这么想而已啊 太自私了 有没有 都只是想 我好就好了 往生不了 往生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菩提心是慈悲心啊 你要想到众生啊 祖师说 极乐世界二成种不生 二成人 为什么往生不了 他没有想众生啊 因为他自己解脱了 他自己高兴就好了 他跺到无为坑了 没有主动 为诸树类做不抢之有 没有主动度众生啊 他就自己解脱了 不受轮回而已了 那个也是堕到坑洞里面去的 不能发大臣菩萨心啊 这个佛是会呵斥他们的 这心量要大 跟阿弥陀佛的愿 要慢慢相应 相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 所以学佛啊 首先要扩宽心量 心量太小了 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了 所以我们一听到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了 那请问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正邪 我们能不能引导亲戚朋友 判断正邪 假如你不赶紧去护念你的亲戚朋友 他会不会明天就被邪的给拉走了 有没有可能 哇到时候拉走了先路为主啊 你那个时机点没有掌握住啊 你要再拉他不好拉了 我当初在台湾看到好多啊 都是骗人的 好多年轻人都去了 那惭愧了 我自己没做好了 没有 有这个机缘能够好好把正邪讲清楚了 分辨善知识 那老和尚啊 有一个演讲是专门判断 是不是好的老师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这就教我们怎么判断自己 判断别人 那从佛家的教诲来看呢 首先呢 要有师承 他说我自己领悟的啦 我就突然有一天闪电打下来 我就开悟啦 不能用骗子啦 哦 我够厉害啊 就麻烦了 再劫难逃 不要激动啊 要冷静 六祖谈经说的 威英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 威英王佛以后没有无师自通的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一定要有老师 要有明师指导 才行 我们看老和尚 接受张家大师 李秉兰老师指导 李老师接受 映光大师指导 都有师承啊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喜欢标新立意啊 我就觉得 他很特别啊 就很崇拜他啦 这个要慎重了 第一个要有师承 他只要 讲课的时候 都没有提他的老师的 very dangerous 要注意啊 我也遇过 这个讲学的人 也说 你们要去听 那个蔡李旭老师讲的课 把我都拿来 做marketing 行销啊 你们以后听到人家说 要去听蔡李旭老师的课 你们不要激动啊 甘酷的啊 跟我同样的 跟我同样的 注意哦 现在这个要搞名利的人 手段很厉害哦 要看他的做法 跟佛陀相不相应 跟老和尚教的相不相应 你不要一听就很激动 激动就判断不了了 你看佛 他教学啊 不说众生一分钱 同体大悲 孔子也是啊 拿着拜师礼来啦 孔子没有不教的 而且那拜师的礼物啊 很便宜啦 十串干肉 要素修啊 人家孕育学就孕育教啦 不会拿着孔子 不会拿着佛陀啊 赚大钱啊 批犯如来啊 拿佛陀出来做生意啦 那不妥当的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适当的费用还可以 但是你很贵啊 那都有问题啊 安平乐道 这个都是判断理由 那个 论语里面讲 是至于道 一个读书人至于 大学之道 菩萨道了 而此恶依恶死者 他呢 吃也要很讲究 穿也要很讲究 不然他不高兴啦 那这样的人 你不用跟他谈修道啦 他很重什么 物质 很重欲望 那不可能修得了 所以这个都是观察 他一定不贪财 不贪享受 不贪五欲 财色明十岁 他一贪呢 他就没有道了 所以只要犯这个财色明律 那个黄念导他们讲经的时候都提到 那个影响面很大的邪师啊 最后死得很难看 旁边的人呢 帮他化妆 还要给他 粉饰他的情况 掩饰他的情况 你说愚不愚痴啊 感情一起作用啊 真的会很 很不理智的 所以第一个要有失诚 第二呢 不以神通度众生 所以佛门有一个规定 身份曝露了就要走了 所以你只要听到说 哇 那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隔天没走 假的 要会判断啊 不然呢 一激动了 哇 观世音菩萨化身啊 赶快给我头摸一摸 我一这样就消掉了 人有时候有一个心态啊 就不怎么负责任 我病得很重啊 医生啊 你可不可以一铁药 就给我治好了 有没有可能 你生病 不注重饮食 然后该睡觉也不睡觉 搞了五年十年了 才出现病来 然后要医生一铁药 就给你治好了 这种心态的 不负责任的心态 一生病了 医生只是个住员 最重要的是谁 自己要改变 要知道问题是在哪 不然医生也帮不了 自救者天救 自助者天助 你自己都不愿意 反省自己问题在哪 谁也帮不上忙 那同样的 这种修行 那自己的这些习惯养成 要把它改过来 要自己下功夫 哪有人家摸一摸头了就没了 都不用修了 所以佛门为什么铺路身份就要走 因为一铺路了 众生来找他干什么的 摸摸头了 那他就不会认真听经文法去修行了 佛门这些规定都很有考虑的 很有智慧的 所以再来这个判断了 这个善知识不贪 他只要有贪了 注意了 不撑 就不会脾气很大 脾气很大的人 你说他修行很好 不可能的 一念称兴起 火烧功德灵 他也绝对不会去威胁别人 你离开我这里 你会下地狱 讲这种话 你不只不用害怕 赶快离开 你逃过一劫 哪有修养的人会讲话去威胁别人 还有你在我这里修才有功德 在其他地方没有 你也赶快离开吧 为什么 太傲慢了 都是标榜自己 连基本的修养都没有 所以老二三为什么让我们扎三根 扎德行的根基 太上改善篇 说的 不炫己常 炫耀自己 这种德行就不足了 炫耀的人会有慢心的 我们应该学习 释迦牟尼佛不贪 不撑 不吃不慢 传统的 华人 都是很内敛的 不张扬 别人称赞自己的孩子 没有没有没有 还差得远 还差得远 我们没有继承这个传统 不等别人赞叹自己的孩子 自己赞叹 我儿子不够厉害 要注意 这对孩子不好 我们有炫耀的这个心念 会不会传给孩子 要注意 古人讲到 少年得志 大不信 有没有道理 他很年轻了 哇赚很多钱了 很有地位了 他觉得 哇 我很厉害了 慢心一起来 就不可能再提升了 慢心一起来 做人做事就开始出问题了 一个人 是这样 一个团体呢 也要注意 不要一下子 哇 名气很大 名气大了 自己标榜自己了 危险了 人呢 一标榜自己了 就会装样子给人家看了 就不是在修行了 执行是道场 无需甲骨 你要装给别人看了 那就已经不是在修行的状态 要装给别人看就是明文立养了 所以这个念头 要很深重 关照自己的念头 要看得很深入 才行 所以不贪 不撑 不吃 不吃就是理智 不感情用事 不傲慢 不怀疑 从这些地方去观察 好 好 那 我们听经 当机者听 所以当时候 老上 讲经的时候 分析了 几十亿人 遇到正法的有几个 遇到佛法的就不多了 遇到佛法又是正法 遇到正法呢 又遇到当生成就的念佛法们 又剩多少 你遇到念佛法们 又能遇到名师来指点你 有这种机会的人多不多 无量寿经说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这样的机缘是太难了 老上说 这样的机缘被我们遇到了 你不请自己注释 你请谁注释 我当时候听话 蹦 当头一棒 请佛注释 还先请自己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今天你家庭 你先学佛了 你不请你自己注释 你请谁 你听到这里说 我爸爸比我早 比我早学佛 你看你又推掉了 你爸爸虽然比你早 他年龄大了 请问大家 年轻好修 还是年纪大好修 年轻他那个习惯 行程的时间短 年纪大了 行程的时间长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 他学得比我早 比我久 应该他先带头 不要让你给你搞 学得久的人 他没有学进去 有时候更难改 反而看到年轻人 人家怎么落实的这么好 他反而会感动 所以别请别人 OK 算一算请自己最好 所以老和尚这段话 我印象很深 况且我们有老和尚指导 哪有不能落实的地方 他老人家讲经都给我们 讲得这么深入 这么透彻 好 我们接下来一起交流六合镜 你们愿都发完了 谁来做六合镜 我 我继续这样的态势下去 我就不是在六合镜的状况 是吧 我刚刚赶快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因为我刚刚讲话 谁修六合镜啊 我的心念跟眼神已经不对了 你看在台上很angel的时候 在台上危不危险 很危险啊 在台上就慢慢慢慢不知不觉 都讲别人不讲自己了 所以孟子说 人皆好为人师啊 台上这个位置啊 一不小心就会跌下来 警觉性要很高 不要要求别人 要求自己 要求的心念容不容易起来 我请教大家 这一个月啊 你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没有 你注意 往自己内心看 一定跟要求有关 你希望谁谁谁怎样 但是他没有这样 你就 没有心怀疑啊 不是很欢喜啊 所以老师上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就是有要求 放下占有的念头 这些法语不容易讲出来 我们能听到 如平得宝啊 这是老师上修行的内功啊 不容易听到的 如平得宝 下一句呢 改往修来 我们一听了 马上放在心上去 落实了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你不断把习记改掉的时候 你的命运就转了 你求什么 很灵感了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你如理如法求啊 都求得到 好 所以我们在 现在动乱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发愿了 来修六合径 能消灭啊 这些灾难 那六合径 我们看呢 有六条 合径 这个合字啊 就很重要了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啊 家和万事兴 那家不和呢 万事就兴不了了 家 有血缘的家 像我们在道场 我们叫法眷属 我们是道义 结合的家 都是在这个家文化的理念里面 老师上特别提倡家文化 因为啊 一个人的成长 培养 需不需要环境 需要啊 所以这个家庭和啊 他就在这个和乐的氛围当中啊 人格健康啊 团体也是一样啊 就像陈德二十几岁 进到静中学会去了 我开始学习了 这个氛围和和 我就在里面成长啊 这个氛围不和和 我就卷入是非了 都需要环境啊 所以和气生财啊 不只生钱财 还生人财啊 一个团体啊 最大的财富就是人财 有人财啊 能成就事业的啊 好 那我们看呢 老和尚一开始啊 就讲到了 不能啊 破和和声 这个罪就很重了 那当然呢 老和尚这里讲了 多少人犯这个错啊 他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如果劝他 他还瞪我们一眼 还恨我们 有什么法子呢 所以我们也只 合掌念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劝别人啊 他不听啊 要不要再劝 看情况了 家里的人呢 要是注定一辈子的缘 见不路 岳父见 父母劝不听了 要不要继续去 劝 要 但是要 他高兴的时候 再劝 你不要看父母心情 已经不好了 你还劝 那就更没 达不到效果了 但是劝的时候呢 态度 表情 都要 都要 顾及到 因为 毕竟是父母 是吧 他大我们一辈啊 晚辈 就要有晚辈的 态度跟 言语 我有见过 学佛的人 跟他爸爸妈妈讲话 好像他的学生一样啊 那你说 他讲的道理 再对啊 人家已经接受不了了 而且他的心态 已经不对了 面对自己的父母 能用这样的语气讲话了 那你已经 对父母的恭敬都 不足了 都是一种 控制要求了 好 所以这个 亲人劝 态度好 有耐性 抓实际 来 论语讲了 事君说 失注矣 朋友说 失出矣 朋友跟君臣 不是血缘关系 是道义 都 轮常关系 不能劝太多次 怕会 怕会什么 对方会 恼羞 承怒 劝的 不能接受 没关系 我们自己先做 先带头 做就好了 你提醒他了 后来没有 继续提醒 但毕竟你有提醒到 他会 注意 他怎么不讲我了 而且 人家越做越好 就是他的 惭愧 反省 要他自然而然 起来的 不是被我们 逼出来的 所以要柔软 不能 不能强势 不然会适得其反 好 所以不听了 这个不能强劝 现在人劝不得 不听劝了 听骗 不听劝了 认假 不认真 然后让这句话 讲给谁听了 听骗 不听劝 认假 不认真 请问我们听不听劝了 我们今天要 劝别人能听劝了 首先一定我们有深教 我们很能接受别人劝 我们跟对方讲 要听劝了 听劝 有福报啊 福在受见了 我们自己这么做啊 人家一听 对对对 很容易接受 假如我们 你要听劝了 对方想 你也都不听劝了 他 卡在这里了 他不服气了 这就是人情 就是人情 所以菩萨有四德 随缘妙用 威夷住此 有哲德 这是深教 柔和直直色身德 是言教 深教要在言教的前面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 首先我们反观 我能不能听别人劝 人跟人 他会有一种良性的 他会互动起来的 比方说你觉得 我另外一半都不听我的劝 有没有这个感觉 另外一半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正报转 他不听我劝 可能我也没听他劝 因果关系 况且 圣人教我们 孔子教我们什么 两个很重要的字 忠述之道 忠是言以律己 树是宽以赛人 所以 我言以律己是 我要接受别人劝 别人不接受劝 我能包容 可是我要接受劝 忠庸说 忠树 围到不远 就忠树跟真心 相应 我们常常用忠树的心境 慢慢我们的真心 就会献出来了 所以要严格要求自己 不是先要求别人 这样就跟真心不相应了 好 所以我们要 先用人听别人劝 去带动家里的人 好 那师长这里说 都不听劝 那是佛经上讲的一禅题 可怜明者 诸佛菩萨对他都无可奈何 我们也只好合掌念佛 也缘不成熟 但是我们这一颗 真心不能变 是吧 他不能接受了 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那这个我们的心又错了 所以不要做一个变心的人 哪怕他不接受 那我不勉强 我念佛给他回向 我还是真心在对待他 求佛菩萨保佑他 我们还是一个自善的心 这叫自爱啊 无量寿经 一开始讲 贤富等十六正四 贤富是在家的等觉菩萨 这个名号就提醒我们 贤富 很会互念什么 首先是互念自己啊 一个人 假如自己都互念不好 能不能互念好别人 不可能 俗话说的 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所以先会互念自己 先会自爱 才能爱人 所以我们会爱自己的 藏保自己的真心 不要被烦恼 更不能被知识自利啊 明文利养啊 贪嗔痴慢给控制住了 所以这是处世待人的心态 我们怎么存心 用什么态度 我们都保持一个自善的心 为他想的心 我们不改变 其实人都很难过别人变心 你们有没有被伤过 那个变心的人 我和大家分析分析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 自己的内心 那请问那个伤害自己的人 是谁 哇 你们开悟了 这个很有道理 按照逻辑来讲 你看海贤老儿上 遇到人家不讲理 打他一巴掌 他说 帮我删疯了 这个帮我捎痒了 人家骂他 口水都喷到他脸上了 他说帮我洗脸了 你看人家面对这样的境远 提升境界啊 这境界障碍不了我们的 所以事事是好事的 这是真的 你会用心在这种逆境恶元向上提升 佛陀表演给我们看了 他做忍辱先人 遇到人家割他的身体 他反而快速提升 超过弥勒菩萨了 本来他在弥勒菩萨后面 超过了 大家想不想快速提升 我看你们的表情不是很愿意的 不能让释迦摩尼佛白表演 是吧 请问释迦摩尼佛表演给谁看了 我啊 不是表演给别人了 表演给我了 这样的心态 特别珍惜佛的身教言教 一定得大利益的 所以老阿上学了 敢老阿上学 金刚经老阿上讲得很透彻 不只讲得好 做得彻底 金刚经在六度里面最常提的 布施 忍路 老阿上表演得淋漓尽致 布施 所有法宝免费的 忍路 老阿上修得好 哇 那人毁谤五路排山倒海啊 老阿上把他们的名字供起来 每天讲完课给他回乡 老阿上每一次快速提升 都是遇到这种境界 那在台湾红法几十年了 哇 到场没了 老阿上不止没有生气啊 哇 弟子们觉得 这信众圈的 这个走法律程序一定可以要回来的 要不要走法律程序啊 哎呀 我现在看到有一些佛教团体啊 告上法院啊 真财产啊 你说社会大众看了会起什么念头啊 哎 这佛门在干什么啊 那他愿意学佛吗 哇 那断了众生对佛法的信心啊 这钱买得回来了吗 那老阿上这是为大趣作详 你去真啊 你的道心就没了 老阿上给我们说 此法本无真啊 此法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 佛法 真则是道义啊 要跟人真啊 你道心就没了 甚至于会影响佛门的形象啊 大忍 大德啊 好 所以这个 佛也好 老阿上啊 给我们这些榜样啊 我们要效法 好 那刚刚跟大家探讨啊 逻辑来讲没有一个人 能进入我们的内心了 好 所以我们假如 这个 学善才同志 任何的静缘都是老师啊 是来提醒我什么的 是来告诉我要放下什么的 那这些静缘我们就提升上去 好 所以这一段话我们理解完了 从此 做一个不受伤的人 好吗 好 再来啊 再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他不去伤别人 为什么就找我呢 是吧 一切事不理两个事 因果 欲知全是因 今生受这事啊 那假如知道是因果了 那他对我不好啊 我的债就还了 好事还坏事 无债一身轻安 不只还他债 心量大一点 不只还他的债啊 还把他转成法源 是吧 帮阿弥陀佛多接一个人 到极乐世界好不好 好 你们说的 阿弥陀佛有听到我 阿弥陀佛 我们起个念头 他老人家都知道 而且你这个念是善念 是好的愿 他老人家会加持我们 好 好 那我们呢 都用善心 纯性纯善的心来处事 施长接着说了 我们没有明心见性 没有正果啊 我们见何总统解这一条啊 如何落实 这每一句话很重要啊 我们有没有明心见性 有没有正果 没有啊 那为什么叫别人听我的 别人不听我了 不高兴了 不妥当了 四十二章经里面有讲啊 甚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性 你不能 就是 我觉得怎样 要听我的 这不妥当了 老和尚说的 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 阿罗汉是正觉啊 他的认识 他的知见没有错啦 我们还没有正果 没有明心见性 要叫别人听我的啊 我们会误导家里的人 诶 诸位阿公阿嬷 请教大家 教孙子 你们希不希望听你的 希不希望 希望听你的啊 你听谁的 你听你自己的 哇 那你的孙子就 再解难讨了 这静和童姐啊 你们 大家不要一听 哇 到场了 六合静 佛法这个道理 小大都是圆融了 小用在你自己身心家庭 大用在道场 甚至用在自果平天下 通通是通的 佛法很管用的啊 大用无方啊 哪里都能用 时间空间都突破 哎 健和童姐在家庭啊 我们想一想 家里面来一个人说 都得听我的 看其他人都会想 一定不服气的嘛 哦 所以我们看 健和童姐这一条啊 如何落实 啊 我在讲习中啊 常常劝导同修 我们今天的做法 是放弃自己的成见 也就是放弃自己的想法 看法 遵循佛陀的 教诲 不依自己的成见 这样就好 老大上讲了这个道理啊 马上 举例子 我们就很容易体会了 前清初年 这个离我们很近的一个朝代 清朝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 我们现在讲历史啊 你们回到那个时代没有 听东西看电影要入境区 就有收获了 满清路关了 二十万了 人多不多 中国几亿人了 他们能管理耶 厉不厉害 很厉害耶 关键来了 他治理几亿人的国家 都能治理得好 我们家几个人 宫廷里面读无量寿经 用无量寿经来达到 建和同解 所以那个时候啊 国家强盛了 要当孝顺 自成忠性 无量寿经里面教很多 这个 轮场这些道理啊 你真正做了 你家里都有 这个孝涕忠性了 你家就安啊 所以啊 这个皇帝聪明啊 不用自己的意思 我的意思大家不服 佛的意思 无量寿佛的意思 大家没话说 各个人都欢喜 用无量寿经来建立朝野的共识 所以清朝啊 至始至终啊 没有昏君啊 而且他们 这个皇子都从很小就开始教育了 很重 重视 圣贤教育 清朝王 清朝王 王在哪里 慈禧太后 这个也跟英国有关了 在清朝灭那个 叶赫纳拉士啊 结果他那个酋长发誓啊 我们这一组啊 哪怕只剩一个女人都要报仇 所以不要跟人结恶缘啊 哎呀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一辈子啊 谁欺负你啊 还得债就好了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 别跟自己去做佛的机缘 过不去啊 哎 算盘要回答啊 咬井牙关 也就这几年了 此身正无量寿 这个太值得了啊 宫廷里面读经啊 慈禧太后废除了 大概慈禧太后 听听清朝所讲的 都是骂她的 她听了不高兴了 不念了 国力就摔了 请问大家 你们家里面现在有没有 朗朗的读书生 准备念无量寿经 念弟子鬼 念太上感应篇 这些经典的可以建立共事 所以清朝早期这些帝王 以无量寿经治国 诸位在无量寿经 没关系老居是续文里面 可以看到 他在续文里头啊 介绍的很详细很清楚 所以六合径里面呢 这一条最重要 这一条最主要的 见和同解 因为人的思想见解 指导我们的身 口 口 意的行为 这一个是 主要的纲领 见和同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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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佛的话 大家都依照佛的教训去做 这使所有一切意见呢 都能够 化解 这是属于思想问题啊 这见和同解是思想问题 其他是属于事项 落实在事项上 是 借和同修 一个家庭里面要不要借和同修 借就是规矩 你家没有家规就乱了 可是呢 你家规不能太严哦 所以和啊 中和 你过根不及啊 和不了 太过了太严了怎么样 孩子不敢进门啊 不和了 家里气氛不和和谐了 你太松了呢 小孩都跑到头上去了 那也不行 所以我们老子中留下来这些 字啊 词啊 成语都有学问啊 中和 谦和 谦虚就给人家很和气是吧 还有没有 平和 你要平等对待 才能和睦相处 你有三个孩子五个孩子 你比较疼这个 比较看这个不顺眼 你们家能和吗 兄弟都打架 所以这个和字啊 很有学问哦 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啊 这六合镜是刚领 抓到了 家庭啊 都会不断改善 家里面有没有遇到哪些不和的现象 有的话呢 可以写上来 然后不用签名 签名到时候不小心 不小心啊 让家里人知道啊 他就打电话来了 当然 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 不是不能问问题啊 事事无碍哦 不要 家丑不可外扬 该问也不问啊 哎 理跟理之间是圆融 不会相冲突 心友谊可以随杂记 然后同时家丑又不外啊 我们学活啊 尤其大神佛法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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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的死死板板啊 人家看到你越学越拘谨啊 越学笑都笑不出来 我看麦恶恶 学成 这么痛苦啊 我看还是别去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